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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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最後一個part 我們要介紹 經格的最後一種 叫經格梯形的架構 也就是說 有時候綠波器 它可能有幾點 也有零點 那怎麼樣來實現 我們之前講 都是全零點或全極點 那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提到了 用經格跟梯形的方式來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內容吧 那所謂 經格跟梯形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之前講到 如果是極領點 所謂有 極點跟零點 就是我們所講的極領點 有極點也有零點 綠波器怎麼設計 首先我們看到它的 transfer function 就是說它也有分子 也有分母 有零點也有極點 那分子部分我們叫cm 然後分母叫am am of z 就是它有幾點 有零點 不是之前講的 都是只有分子 或是只有分母 它現在兩個都有 那這樣的架構 我們怎麼來設計 這個數位系統的綠波器呢 好 那如果我們直接從IR的直接架構來看的話 我們知道說 我們之前如果來設計 這樣的一個系統的話 好 它的 太斗面的圈射方 它的穿頭面的 差分方程式 我們會發現到說 它基本上是怎麼樣 是由這樣的方式來實現 我們從IR它直接架構 的Direct Phone Tool 我們發現到 就是前面幾個單位 幾個part我們提到說 我們IR直接架構可以用 第二種架構來實現 那第二種架構它實現的方式怎麼樣 是左右顛倒 左右顛倒得到說 我的Y 基本上是怎麼樣 是可以用這個式子表示 用 把cm乘上W W是怎麼樣 跟X有關係 所以 W是什麼 就是看起來是一個圈擊點 因為怎麼樣 W就等於什麼 過去的W加上X 那Y是什麼 Y就等於把cm乘上W 看起來就是怎麼樣 下面就是一個全零點 這是什麼 全零點 因為它的輸出 跟過去的輸出有關係 所以 你發現到說 我們的這個 原本這個式子 我們要實現這個式子 我們用Time Domain 我們用直接架構來實現這個IR 發現到說 它是一個 兩步驟 一個是全零點 加上全零點的方式 所以從架構上 我們可以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如何來設計這樣 所以 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一個 一個 Direct Phone 2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一個IR 直接架構的Direct Phone 2 它長得像這樣子 對不對 中間Share一個 Share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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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Delay 對不對 Share Delay 好 那如果我們 透過剛才那個式子 表示 它一個全零點 加上一個全零點的方式 來看的話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畫成 一個金格 跟一個T型的 Lader架構 好 所以 整個架構怎麼樣 整個極零點 有極點跟零點的IR 濾波器 可以用延遲後的全極點 的線性組合 好 所以我們看到 兩步驟 第一步驟是全極點系統 第二步驟是全零點 那全零點 那全零點 得到最後的輸出嘛 那輸出怎麼樣 是直接把W做延遲嘛 所以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整個最後的輸出 是用 我們一個全極點系統 的線性組合 就是 全極點就是W 那它的線性組合乘上C 就得到Y嘛 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看到說 那如果要實現 全極點的系統是什麼 全極點的系統 是我們剛才 上一個part提到的 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就是怎麼樣 是個全極點的系統 對 看到把這金格架構 對 對調過來 這是FIR架構 那反過來就是怎麼樣 IR嘛 這是IR架構 全極點的 對 所以這是全極點的金格架構 那下面是什麼 是所有的線性組合 線性組合 線性組合 就把這邊所有的G 有沒有 拉下來乘上係數 全部加起來的線性組合 最後得到我的Y 有沒有 把這每一極的G 拉出來 加起來就是得到Y 所以整個Y 就可能實現我們剛才上一個 極點的一個數學式子 所以 上面就像一個 Lattice 一個金格 下面就像什麼 T字 所以叫做 金格 Lattice Ladder的架構 來實現一個極點的一個系統 這邊下面是T型全領點的系統 好 那至於怎麼推導呢 我來看一下說 基本上我們的Y 是怎麼樣 是把 這一個 每個G 的輸出拉出來 乘上V的係數 有沒有 把它乘出來 然後最後加起來得到Y 所以它系統是怎麼樣 我的Y是等於這樣 把每個G 乘上一個Vm的係數 加起來得到Y 那 你把它寫成 Changer Function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Y怎麼樣 除上X 就等於系統H 那這邊的G怎麼樣 就是GM 除上XZ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知道說 GM除上XZ 然後我們知道說 這邊 我們知道說我們的XZ 就等於Fm XZ.Fm 那X-0就等於G0 為什麼可以回到原本這邊 最前面這個例子來看 有沒有 這邊 有沒有 可以看到 有沒有 X-0就是等於Fm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為什麼這樣做置換 也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X XN就等於Fm 所以XZ就等於FZ 然後F0就是怎樣 G0 所以 這兩個相等 這兩個相等 因為這是四子 我們多加這一項 為什麼要多加這一項 因為我們知道說 前面這一項 我們出完 這一項叫什麼 就是我們前面的Lattice架構 的Bm 有沒有 這一項多這兩項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 那這一項叫Bm 後面這一項什麼 就是Am分之1 嘛 所以這邊是怎麼樣 看得出來 所以整個系統怎麼樣 是怎麼樣 幾點 幾點 幾點跟零點 這組合 好 所以我們知道 整個系統的方程是怎麼樣 是 Bm 除上 Am 等下說四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C Cm 那Cm等於什麼 Cm等於這個 Cm等於Vm乘上 Bm 好 那我們從這四子 我們知道說這是遞回的四子嘛 對不對 這是遞回的四子嘛 比如說你現在從 0 0到 m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0到m 再多加一項 得到Cm 這是遞回的四子 我們只把它拆成 最高階的吧 最高項拿出來 好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Cm啊 這一項啊 這一項拿下來 這一項怎樣 就是Cm-1 就是寫成一個遞回四子 把它寫成遞回的四子 好 是遞回的公式 好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Vm 就等於Cm嘛 好 我們知道Vm等於Cm 好 所以我們知道說 因為怎麼樣 這邊 你的Cm啊 的公式啊 最高的這個 最高的公式怎麼樣 就是Vm等於這個 它最高它的係數一定是Vm 因為它乘上Vm得到它嘛 所以我們知道說 所以Vm會等於Cm 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Bm m會是E嘛 因為我們知道 Bm of Z 它Beta的係數怎麼樣 最高的一定會是E嘛 好 因為它跟Am是顛倒 那Am第一個是E 那Bm第一個怎麼樣 會是E 因為既然這個係數最高的是E 那乘上Vm會等於這個係數 代表它這係數最高的 這係數最高的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是Vm 因為這係數最高是E 乘上Vm會等於這個係數最高 那這係數 的接數會比較少 比較少嘛 所以基本上 這個係數最高的一定是怎麼樣 由Vm來貢獻 好 所以可以得到這個結論 有這結論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說 好 那我們知道剛才的事實是這樣嘛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們用 這個事實推導 就是說我們這東西 基本上什麼 用這個有沒有 它去減它 就得到這個 好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去計算 因為我們剛才 Lattice方式我們介紹過 那我們現在決定怎麼樣 我們決定我們Vm 現在Vm最困難 就是它的Lade的那個係數 每個下來的係數 怎麼來決定呢 從我們剛才上面提到了 我們Vm怎麼樣 就是等於Cmm 所以只要Cm的話 我們可以求Vm 好 所以它第一步驟怎麼樣 我們先決定 Cm of Z 它跟Am of Z 決定之後 譬如說你當你一個 詮釋方式知道之後 你會知道 Cm跟Am 對不對 當你決定之後怎麼樣 你就可以怎麼樣 由步驟 Vm第一個就是Cm 那步驟二怎麼樣 你由Cm去算 Cm-1 那Cm-1是這樣算 那這個 這個值我們剛才知道 它這個也知道 因為Am跟Bm是顛倒的 就可以算Cm-1 那E10類推 我們就可以推下去 最後可以計算 這個東西算出來 就可以算Vm-1 E10類推 就可以算出整個 Vm的值 就可以算出 我們的Lattest Ladder下面 那個Lade的部分 每個係數 是多少 就可以把整個架構算出來 就可以完成一個 即丁點的一個 FIR的 一個IR的濾波器的設計 各位同學 在這個單元 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最後介紹了 我們的金格 T型的架構 也就是說 我們要實現一個 極頂點的一個IR濾波器 也就是說 它有Lattest的結構 也有Lad的結構 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一個IR濾波器的設計 在這個單元當中 我們從一開始 從一個直接架構 介紹了一個串接的 接下來介紹了一個 頻率取樣的方式 最後介紹了比較複雜的 金格的架構 或是金格T型的架構 那這麼多的架構 目的只是為了說 如何讓 在我們實現一個 數位系統的時候 第一個 能省掉我們的一些運算量 或是省掉一些 記憶體的需求 或是說我們 考慮我們的量化的Effect 這些考量之下 所以才會有這種 不同的架構的產生 然後根據設計 根據我們實際上的需求 我們會選擇一種 我們比較適合的架構 不然 如果你只是看一個 數學式子 看起來就是 只是用一個演算法 把它寫出來 但是往往在硬體上面 我們就必須 從成本上的考量 我們就在架構上 必須做一些 調整跟設計 以及改進 好 那這單元我們就 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